哈喽 大家好 我是前辈 这个天气出来了真的很舒服 特别是昨天是下雨的 我们停在一个蓬蓬里面 听这个雨声很舒服 很好露眠吗 对我盖着被子吹电风扇特别爽 就跟盖着被子吹空墙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盖起床了已经12点多了 我肚子都饿死 对我们应该要加点水再走 白天的时候天气还是有点热的 要出汗晚上要洗澡 我去扶我去看一下 那我中午吃什么呢 自己照点翻去我们上去 昨天这个雨盆我说是怎么滴凌啊 有漏水的呢 原来它是太阳冷板 有缝隙 现在这一点水 房车只有两格水 你这个洗过吗 洗过了 好了吗 这个也得重新买了 水分漆坏了 下面那个掉了 不过其实那种浇水浇一下也一样的 浇水遇到水浒 车里正在烧饭 浇完水估计饭都烧到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摄像头给擦一擦 有油脂的感觉 楼上还有一滩 我的天还差一点 我差那么一滴 我就差一点 好 赶紧擦掉够了 万一进进去了 干净了不少 它上面有一层磨一样的 你干什么 两个都是 你是看上面一层磨呢 加完水了 刚好饭也可以吃的 吃了放就继续出发 哎呀 你妈的那个咸鸭蛋 想吃 哇烧的有点多 烧的有点多 看起来还行 可能有点干 到半瓶差不多 两个人 你在咸鸭蛋哪一点 差不多 小半瓶吧 吃一碗 大碗 可以 用米饭还可以 对 下面有一点烂糊 很盒子上面 正好 你下次水还得再放少一点点 嗯 炸菜也有 我们在赶路的时候 就会在房前面准备一下 这种有没有水啊 遭挤啊 咸鸭蛋 有时候还会有那个皮蛋 你尝一个看看 不知道坏了没有 熟的 之前我妈煮的 嗯 你妈之前说 就吃的时候要再热一下 为什么 但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 咸鸭蛋都是这些就可以吃了 他们是一切东西 都可以热的再吃 热一下 什么毒都没有了 坏有没有坏 能吃吗 这个怎么不咸鸭蛋 我也不知道 能吃 就是正常的那种咸鸭蛋的味道 嗯 跟你那个之前 高油的那个买的 我那高油的多少钱一个 你知道吗 差不多 我说 咸度差不多 早上那高油的双黄蛋 咸鸭蛋应该多买一点 我买两个当临时吃掉 这没有个味道 还是电话煲有个味道 你也会坏一点 他如果有被你吃了 然后干嘛 但我们那个没坏 我只是让你注意一下 嗯 你看那筷子的问题 嗯 对 你这筷子发霉了 你用我这 我再拿一把 一股胃 你真是想害我你 我这比较咸 下午能到雪昌来 你直接就管胖冬了 胖冬了 榴莲多少钱一斤 哈哈哈哈 再搞一只怎么样 你说一周吃两只榴莲 会怎么样 会胖死 会冲 我看看空的照不照 干净很多了 这个呢 确实干净 但这个像素还是特别的差 这种没办法 这种没办法 跟这种现在的这种车的后视镜 没办法比的 这种摄像头 昨天小豆录制的 赶紧处 有视频监控 你听自己的声音 你不难受 难受 昨天晚上录制的语音包 他怎么能够 AI吗 知道你就是吗 我也不知道 录那么几句话 就好了 我说的 就是我之前以为那些明星 不是录那种导航的语音包 我那在每一个服务区 他都要录一遍 这么多服务区 工作量这么大 对啊 工作量这么大 这个钱不好挣 原来只要录上20句话就可以了 还要简洁的录几句话就可以了 导航结束 没有感情 开始导航 请保持左侧得上高速行事 在呢 在呢 在你的头在呢 哈哈哈 你一定敢 不好意思呀 我暂时还没学会这个技能 但我会更加努力的 我想出他 哈哈哈 你好尴尬 逛胖东来超市 单独更一级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他的五楼了 我们把东西寄存在刚刚吃饭的地方 他刚好有一个咨询处 哎我 没有吗 我记得他这里有一个 哦 他们制的 他们都来自己的麻辣香锅 四楼是卖一些家居家电的 还有手机数码 无人机器 灌完超市也吃饱饭了 这么多东西拿到房车里去 还好 房车停在大概500米左右 这些上高是吗 嗯 不流是吧 嗯 刚刚昌市里也没吃多少东西啊 怎么真的好饱 你这还没吃多东西 你把你的椰子中直接吃了 还挺好吃 下一站哪里啊 我现在导航直接是到那个兰州 因为去年去新疆的时候 当时想去兰州 那个时候因为不是疫情吗 下不去 后来我们去了哪里了 后来去了西岭啊 又转 所以就回西岭就不去了吗 会经过西安吗 西安会路过 你要去吃肉浆馍吗 就是他是肉过的还是说 正好路过 那要下西安边边上过的 就是我要买个肉浆馍再走 那行 那明天就能到西安了 明天吃个肉浆馍 然后到了兰州之后 吃完牛肉面 行 到新疆吃羊肉串 辣条子 这次在胖通来买了好多东西 够我们吃两三天了吧 一点一两天了 两三天有点夸张的 我觉得他有些东西还是便宜的 特别是那碗 两个人吃了一次的那个凉皮 八二块钱这么一大碗 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我们刚停车的地方 走路过来400多米吧 还挺方便 其实你刚刚睡在那里也可以 但是我在想你睡在那里 明天一弄又中午起床 又中午出发 然后可能出发期又要吃个饭 什么 对 这次出发的时候 可能在下午三四点 差不多 所以先上高速 在高速上睡 雪昌市站 我感觉雪昌市区 它面积很小 什么感觉 然后上高速又要开很久 才能上高速 反正就是它高了大小 又一方行驶 进入雪昌北利礁桥 我有快递忘记拆了 我买了一个苹果醋 因为这趟出来完 我就知道要吃很多东西 你家里冰箱不是还有啊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忘记带了 马桶叶 防臭马桶叶没有 就是防臭的那个 对 塞特福特 可能我们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就是再买一点寄过来 我上次在网上看到这个 辣辣的鲜背啊 我想买回来尝一下 就是旺旺鲜背啊 但是不好吃 他送了一个草本植物饮料 也是旺旺的 我尝尝看 反正我这个是就是好奇买的 因为鲜背本身是好吃 但是他说是墨西哥辣味的 这点都不辣 不知道是不是跟加多佛差不多 巨难喝 好难喝好难喝 饮料樱桃的味道 有一种樱桃可乐 比樱桃可乐难喝多了 有一种液体的药 就是这个口服液 就是这个味道 他卖3块5 紫壳糖浆那种 不是 仓背琵琶糕 是吗 哦对 仓背琵琶糕呀 这不还好 这味道难喝 这不难喝吧 他卖3块5的 怪不得送我呢 送了两瓶 我带出来一瓶 前辈 3点20分 3点20分 你偷吃榴莲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洗完澡 然后把味精液擦干净 把东西归整好之后 突然感觉饿了 那你怎么吃榴莲 这个榴莲是冰冻的呀 不是 你不凉啊 我一开冰箱 闻到一股香味 现在太床了 不凉 又不是冬天 大晚上的吃这个 你小心半夜穿袭 你不吃啊 你不吃那种 中断 感谢观看